超过百年历史的三支制成堂 22号满105岁 还有一个特别之处 今年的植年卢主 就是新北市的市政顾问谢柔寿先生 他说要为发扬传统文化而努力 今天是冬至也是三支制成堂建堂 105周年的日子 一早庙里就遵照道教礼仪举办仪式 超过百年历史的制成堂 今年除了满105岁 还有一个特别之处 就是新北市的市政顾问谢柔寿先生 同时也是道教协会理事长 接任今年的植年卢主 虽然制成堂位在三支的偏乡 不过市政顾问 依旧是为了发扬道教文化不遗余力 今天农历11月16号 是我们制成堂建庙105周年的纪念 我们的植年卢主谢柔寿先生 特别为今天做这个法会的仪式 感谢他这样子 感谢资成堂建庙105年 我是谷主 所以一方所有的庙 我们都要去帮助他协助他 今天特地来做一个法会 一道教科与 可以见到庆祝105周年的典礼现场 所有祭拜仪式以及私足乐礼 都十分的考究 制成堂主委希望透过建庙的庆典 不仅是将庙与文化传承 还有道教科与完整呈现 而市政顾问也是值年如主谢柔寿 更是为共作添酒 并遵照礼仪进行三县礼 今天是我们新美市三十七的制成堂的 105年的周年庆 那制成堂在我们三十 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庙宇 那之前那我们办了七一的一个 千人千授的一个表演 得到世界金字世界纪录 那今天新逢我们的105年的周年庆 那今天是杨主委的代理下 还有特别就是我们新美市政顾问 也就是今天的如主 那谢荣寿先生 他来主办今天的这活动 那希望就是说 那我们能够保佑我们整个三支区的 所有的居民 能够国泰民安 那风调雨顺 相当支持庙宇文化的区长 也来到现场祭拜致意 而区长表示 志成堂是在地相当具有历史的庙宇 前阵子还举办了千人千授 书法辉豪 拿到金氏记录 可以说是老庙创新发展 今天特别来祝贺 也要为三支祈求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记者料品函三支采访报导 不能给 Rachid 想惺 请不吝点赞 订阅思想